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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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稳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谈 这个 我们早上有谈到 地藏菩萨 在这个地藏经所选的四次的发愿 后面又有谈到 他因为看到众生 无量节中阴漫不断 以事故又一直在发愿 我们早上也谈到 这是一种修行人的一种 等流习性 等流习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借之来检讨自己 在我们身上能不能看到一些善根 那如果去掌养他 因为 就像说很多人他不思 不思有福报以后 同时我们又看到他不思习性还在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人 他的福报还会源源不断 因为他的习性在 那有人持戒 有这种持戒的习性也在 所以这种人也比较不会多到恶到 也容易感应吉祥 所以每个人在身上 其实混杂了很多的因素 有善有恶 那我们在修行当中 这里面其实要谈 很有意思 我们身上其实藏不住 你知道吗 我们身上藏不住 是我们眼睛佐 否则我们身上藏不住 你随时在透露你自己 那还好我们都彼此都是凡夫 所以看不出来 不然其实随时都在透露 你的身心你的判断 你的言语举止 你的身上的一切东西 他都是夜报显前的 他都在显现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你懂得佛法的那种因缘 有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到 就像于协斯利润里面有谈到 那为什么要把众生的烦恼 讲得那么细呢 因为讲得非常细腻 它是因为帮助你看自己的烦恼 然后还有帮助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都比较偏向灭道两地的 修行 其实他触发四地的顺序是从苦疾 但我们现在最容易谈的是苦疾是什么 八苦 但我们真正对苦并不了解 对疾不了解 那讲一个跟现实 你其实不大认识你自己 你并不是很清楚你是怎么一样 怎么一回事的人 所以其实我很早就讲说 像我们这样反复叫做莫名其妙 跟着这个身体跟着你那么久 你其实都还不认识你自己 所以唯有我佛法在很多地方 他对五蕴的说明 对很多地方的说明 他其实不是光只是 因为我认为每一部经典都开展很多智慧 尤其像地藏经也是如此 他的面相很多 他不是光只是我们这样听 他其实是一个智慧之光 他就是让你看 那我们学到很多的佛法观念 其实他就是这种抉择 简单来讲他就是一种法柱字 法柱字就是法为何如此如此 你了解他你就容易知道涅槃之 因为知道法为何如此如此 原来一切法相貌很多 无非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 所以原来一切法本不可得 这个不可得不是一个概念上 我们前面有讲 不是一个概念上的自我勉强接受 然后就用这种一个普通的概念 就强硬在任何一个事情上 那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 不断的一种提醒自己 其实这本身也有意义 它还是有意义 但其实这样的一种 这样一个很简略的一种原则 然后就不加以细部的观察 像佛法里面 极简则极简则 他要你很细的简则 但佛法很少很仔细的告诉你怎么简则 其实像中观很多地方 他都是告诉你怎么简则 包括很多经典 重点虽然不一样 都在提供你很多简则的方法 但我们往往只有 知其然而不知其虽然 或是我们没有学到怎么去观察 所以变成这个佛法就在怎么学 你内面的那一份智慧并没有出来 你不认识你自己 你不大知道你现在 我们可以讲到一切空 但其实即便你讲一切空 有一些初浅的道理能说服你 但现实的现象其实并没有说服你 因为你没有实际观察 所以有很多人讲 师傅我如果没事的时候 我修空观可以修很好 可是为什么一事情来 我怎么修都修不来 我说你实在太老实了 的确如此 因为你这种空观 还偏向纯粹的思维而已 而这个思维恐怕有时候还落了很多洞 所以以至于你不能起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整个地藏经 它其实呈现了很多的角度 也帮助我们做很多的观察 那我们现在在佛法里面谈到 像地藏经里面谈的一些东西 我刚才谈到了就是 我们偏向怎么修行怎么修行 但可是因为你对烦恼不大了解 所以以至于你的修行 你的灭道跟你的苦疾是切开的 所以我们会隆隆同头的觉得苦苦 我们没有顺着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我们不一定很了解 就是说我们对生老病死 爱别离验证会 求不得爱别离验证会 无因至圣苦 我们大概是意义之道 但不容易感受到那种不自在的苦 夜宝苦 所以这个苦一旦空洞了以后 那个因的探求就会找不到原因了 所以这个连结就很松垮 所以我们的修行会一直留在 就是说简单来讲 你修了很多 但其实改变不多 你学习很多 但你本质这一种 以世间的那种知见 处受爱取有这种习惯 并没有改变多少 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虚妄性 所以你没有看到它的虚妄性 你不会想办法抽离 因为你基本上 即便你在佛法的外向上 你都是知道应该怎么修 可是我不谈外面理由的 外面的那种佛法明相的肯定 或是出前道理的肯定信仰 我不反对 但佛法的东西是直接在 从你身心上去观察的 你必须要把这个道理 看到这种 这种 这种身心的不自在相 你必须要能看得到 你的看得到的时候 你才怎么样 才能跳开来 或者的话 我们可能会留在表面上 用尽很多的方法 一直在寻思 一直在找方法 但你没有看到它根本烦恼 所以佛法里面有时候 法相讲了很多 但有的人 现在比较没耐心了 其实它是很重要 它其实是给你一个眼光 你没有这种眼光 你厌离不了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厌离娑婆 不是你想厌离就能厌离 你看不到它的过失 你不是说我讨厌就讨厌 你再怎么讨厌 还是喜欢 那不是吗 你在讲也没用 那你就明明看不到 你看不到它的过失 看不到它的欺狂相 看不到它的无自信相 我不是讲这个抽象的理由 就是你看不到它的 看不到它的不实在性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放下呢 不可能 所以我们的修行 如果没有很细腻的去观察 我讲细腻并不是说一定会很难 我觉得 你应该务实一点去 了解佛法 告诉你到底要怎么看 你唯有看到最根源的 希望 夜深层的 我们不要讲多根源 因为这个还有随个人的因缘 但你如果 你的对视 我就用一个例子好了 因为我现在 一下子脑袋跑很多东西 会跑掉 我又怕讲不完 很麻烦 我用一个我常用一个道理 我问你们 有两个 当然我这样问你们 大概就会警觉的 有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他有在学佛 但生活非常困苦 但学佛非常坚诚 跟一个没钱的 生活很困苦 但有学佛 跟一个非常有钱 生活非常幸福 但不学佛 你度哪一个 你度哪一个 现在你当然知道 不然哪叫问题 对不对 其实不一定 你要观察 我们只是一般人 如果我们现在讲完 出去以后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你会 你会看到 没钱的叫可怜 有钱的叫不可怜 你是不是都这样看 我们一般都这样 是不是 可是实际上 有钱的可能更可怜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因为我们这样的判断 这样的冲动 其实还是顺着时间 你缺少冷静观察 你不知道一个人的苦 是以什么来论的 一个人的善 一个人的福报 是从哪个角度来论的 我们这样的论 是不是还是顺着很时间角度 是啊 所以你并没有多大改变 你没有多大 你没有那种 你如果了解善事 你了解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什么叫福 福德力量 很多地方 其实不定 有时候 我们要看他的状况 我们如果 我们刚才有谈 一个人他已经学佛了 眼前虽然贫贱 但他的福报很大 但这个很富贵的人 可能福大业大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比较放心 那个已经学佛的 但可是在实际状况里面 可能我们会先救 比较紧急的人 但我们的认知里面 我们却又知道 什么人才是真正有福报 所以假如这种观念 我们像现在 我们学佛可能学很久 但我们会不会羡慕很富贵的人 那我们会不会嫉妒 当然不会 其实应该怎么样 面对富贵的人 你应该知道 他必有善因 所以我们会 赞叹随喜 他过去所种的善因 但会不会就依他现在 而不渡他 不是 因为我们希望 他以这样的福德 然后再入佛门 因为这样的福德 才能长久 我们看法 不会用世间的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 我们很多观念 我们即便学佛 学很多道理讲的很多 但我们当下直接 立判的判断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是用世间之间 我们很多是用世间之间 我们还是很少如理思维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世间人说好就好 世间人说坏就坏 所以我之前有学一个就是说 我学佛素宅 若以世间人爱处我一爱 执着处我也执 就是大约意思就是 我束缚处我也束缚 我挂爱我也挂爱 那我这几年 我其实我如果挂爱都一样 那我跟环乎 我跟没修我没有差别 是不是 他爱的我也爱 对不对 他苦的我也苦 我讲到最后佛法在我身上 看不到任何直接的影响 不是吗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经典里面开展了很多真实的道理 但往往能得其位的并不多 那我们现在再开始看 一一一 以他不断的这样的发愿 重复再重复 最后我们俩讲说 这分身集会品二里面谈 如能成就 就是世尊跟地藏菩萨讲 如能成就久远皆来 发红誓愿 广度将必急证菩提 但我们要记得 其实很多经典讲 活无法度尽众生的 不要讲菩萨 活都无法度尽众生的 有几处经典都是这样谈的 为什么 我们能度尽什么 度尽内众生 我们成就一切法空 成就我空法空 等于是度尽一切内众生 这样是不是就成佛 对 那外在的众生各有各的因缘 众生皆有八事 个人各个各自 转世成次咯 众生依他的过去的因缘 所以经典里面有谈 佛不度尽众生 那火都不度了 那地藏菩萨怎么可能度的完 那地藏菩萨度的完 他愿没有绝数啊 他怎么成佛 可是经典又讲 广度将必 急震菩提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这个愿力 我们要别除 早上我们讲 他这个愿力是在显 地藏菩萨的圣德 那这样的愿力 也可以让地藏菩萨 广积其六度之良 等到因缘成熟 即便众生未度 他没有打妄语 这没有打妄语 因为什么样 我们知道就像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 当我们要度众生的时候 这个道理其实很细腻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 就是 知无众生可度 而不妨我终日度众生 所以金刚青不是讲吗 若有众生可度 反而不是菩萨 所以他会长长久久度众生 知无众生可度 而不妨他 不妨终日度众生 我们度尽一切众生 入无于涅槃 而无于众生 得度者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成活的理由 成活的因缘在哪里 我们也知道 就算他的愿会圆满 他也可以成活 而他成活之后 还会不会度化众生 会 所以如果 这个才是本质 就是菩萨发愿度化众生 众生未度完 他已成活 成活之后 不为本事 依然度众生 所以即便佛入涅槃 不会断他本来的本愿 所以随其因缘 众生发心 愿意见佛 佛必出来 因为这里面如果要细谈 还要看到众生跟活的感应道交的原理 其实很有意思 我们在经典 我们在谈到说 这个当然岔开来 不过 不过因为它 它是一种感应原理 我在出家两年的时候 我自己写了一个 最近因为刚好翻翻翻出来 结果觉得自己还蛮可爱的 那时候还会写这个 那时候因为对佛法的一些体会 我讲 佛生即法生 法生便于切 公进一一法 即如公养婆 其实在很多经典里面有谈到 法生在哪一切处 法生在一切众生处 在众生一切处 知不知道 两个词 在一切众生处 在众生一切处 在一切众生跟众生一切 换句话就说 所以嫩原经里面 随我们的 就像金刚经讲 金刚经讲说 这个一切法是佛法 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讲说 见原起即见法 见法见如来 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 只要你能用正知见来看它 所以我们身心的一切处 只要你能如实 其实随时都跟诸佛法生相应 那我为什么这时候要插出来这种假 不假外求 就看你现在如何用心 感应道教是不假外求的 所以我们想佛啊佛啊 你哪时候出现啊 佛说我从没离开过 所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 没有谈说 当我们在请佛的时候 佛是从外来呢 我们把佛从外面请来 还是佛当下显现 他说应该做佛当下显现 不是佛从外来 这理由是说佛并没有在哪里 也没有说不在哪里 如果他上有来去 对不对 如来有来去 那不叫如来咯 所以问题 如来如何来 就看你怎么去 看你怎么相应 看你怎么相应 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往外求 其实我们看到 在不断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内心的无限的光明 我们当用这个念佛 进化我们的身心的时候 其实佛不假外求 他早就跟你相应 就在你那么一点真实的 舍离世间的爱着的时候 他就是佛相应处啊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他也不是空谈 随着你一分 对世间的虚假相 多的一分真实观照 就越来越靠近佛不是吗 那为了达到若见诸相非相 那我们就利用很多善巧 包括念佛 从于皈依佛当下 慢慢远离对世间 当我们在不断在 艳离说婆的时候 艳离说婆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若见诸相非相 是不是 说婆相是虚妄相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其实道理都通 所以我们以这种 归一三宝的心 然后慢慢升起智慧 观照世间 那 活在哪里 就在你慢慢远离 你对现前一切法的执着的当下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如来在哪里 所以这里面 当一个人不断的往外求的时候 他反而不容易跟法身相应 是不是 所以如果了解这道理 成果的原因在哪里 地藏菩萨 所以愿为眼前愿为成就 但他度化众生 长节累节 累积六度功德 广度一切众生 以他的智慧 逼尽要成果 而成果之后 还顺其本愿 还是尽未来季度化众生 所以佛入涅槃 不是采齿清纳粮 佛有空如来葬 也有不空如来葬 与其不空如来葬 广显现一切不可思议神通功德 所以即便佛四线涅槃 随远度化 永永远远 应及所法 好 所以他是有讲单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部经里面看到 地藏菩萨这种本愿 他就是一种视线 从一开始这个经典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本愿 他就是这个最核心的地方 他所要传达的 就是地藏菩萨的这样的思想 所以有人讲 现在有的学者 地藏菩萨是谁啊 谁啊 哎哟 你这样就岔开了 是不是 这个中论讲 如来性是世间性 世间性也是如来性 我要你见缘旗即见法 是不是 很多道理他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论说真假 十二将见阴身求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如果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 那不是佛咯 佛已经千百般一直跟你讲 你就不听 所以我们要讲说 我们今天了解释迦摩尼佛 不以阴身不以色相 那我们再了解地藏菩萨 应该是依其地藏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人 着重于这种外相 你这样的看佛 反而错看了佛 所以地藏菩萨 我们很多人就在这里论 那其实地藏菩萨所显现出来的功德 我们所感受到的 这些东西 都不是他们那些在那里讨论讨论的人 所能了解的 而这个地藏菩萨活在哪里 就活在你发菩提心的时候 他就是了 他就是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展现在哪里 他久远节有这么一个地藏菩萨 即便现在度化众生 那这个地藏法门流落在哪里 留在每一个同样发菩提心的人 都有地藏菩萨的这一分因缘在里头 你要知道他的本意 并不是只是留在人格上的一个追求 而是这个法门的流传 本在这个精神是在这里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就知道说 怎么去发这个心 这个感应 像你们 我觉得我们像过堂的时候 那个送地藏菩萨圣号 不知道哪位法师唱的 我觉得蛮好听的 很单纯但很好听 我听你们在念地藏菩萨圣号 我也觉得很庄严 但我这个庄严 我希望大家有那种 我们既虔诚地归进地藏菩萨 但其实要有一种 以我们当师父的来讲 好了 我们倒不一定要地址 就是承欢西夏 那不是很恶心吗 那么干嘛要承欢西夏 那年来年去的很可怕的 看什么师父 但我们要的是说 我有这样的志向 我有这样的志向 我希望以私自为己知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地藏菩萨 我相信 你不要把地藏菩萨抽象化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观火像 都观成木雕像 铜雕像 什么雕像 其实我观火 都观的那个 一百都会飘动的 因为他火的啊 你们要观成死的 观成死的 对你有用吗 不是 我们观的是实际 他那份慈祥 那份真实 当我们 当你们在念的时候 我就感觉 有一种感觉 就像地藏菩萨现前 何等的慈祥庄严 放大光明照见我们 而我们不断的向着他的时候 我们也跟地藏菩萨发愿 正如地藏菩萨跟世尊说 不为我虑 我们也跟地藏菩萨讲说 地藏菩萨 我会分摊你的工作 你不觉得这很可爱吗 我这都啊 地藏菩萨 又来一批 开玩笑 他当然不会这样 我想像如果 我经常举那个 观世音菩萨的例子 我一早上起来 不是二六十钟 都很能念南魔观世音菩萨 我想想你试看看 我在旁边南魔大行 南魔大行 我塞得赶快跑掉 太可怕了吧 一直念 对不对 其实观世音菩萨当然 我的用意不是在笑这个 我是因为 我们只是这样念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皆因 因为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智慧 但我们不断在听 我们不断在听 我们要的是什么 其实 以菩萨的广大 我们就没那种能力 我们如果别人这样的话 我们会受不了 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 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慈悲是如何 广大 他能用种种阴言 涉受众生的哀求 我 但我 我们 我 你愿看就说 以我们一般欢呼 我不大希望就你只会念我 我希望你是实践我的法的人 是不是 你哪时候才独立啊 并不是你长久的依偎在我身边 就喊着师父师父 你现在年轻还可以 现在也不行啊 然后等到我七八十 然后他也六七十 那个师父啊 我也站不起来 他也站不起来 两个都快倒了 那样他还说 师父我永远不离开你 哎呀太可怕了 你学老了半天到现在都还是念着 那有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当我们在念地藏菩萨 我听你们念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一种 觉得地藏菩萨好像活生生的就在眼前 他就 放光射受我们 但我每个人在念地藏菩萨的人 却也同样发同样的愿 因为 我既然真实尽重 皈依地藏菩萨 我当学他的法 学他的本愿 那我觉得 以其不断的一直在寻求地藏菩萨处你的罪 我觉得最大的处罪因缘是来自于你也同样发这样的度化众生的愿 这不是更直接除罪吗 更容易 更能远离障碍 成就活到 它本来是这个意义的 好 所以 因为我听你们念 大家这种 我感觉非常非常好 只是因为现在还不大 还没办法完全跟大家一起 这个有点可惜 不然其实我在旁边这样听 我都觉得很欢喜 我们的法师带得非常好 我们居士大家也很用心 我相信旁边隆天护法 所一切众生啊 听得都会欢喜啊 就就像那个 唯母结经里面 本来有 一万两千魔女 被唯母结经这样一说以后 每个人就发菩提心 那我们现在是 烦恼人 那就一发菩提心以后 我们就变成无尽灯 然后一结束以后 就把这个灯 拨到各地方去 每个地方都放光 是不是 不要一出去就洗了 这个 这样很辛苦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 众生夜洗啊 因为 这里面讲的不多 但我 试着让大家了解 因为 我们要了解整个 因为地藏法门啊 它呈现几个面向 往往我们会忽略啊 那忽略的时候 既然要度化众生 应该要让众生了解 他自己本身的 业力上的 不自在 好 那我们应该如何修持 乃至到最后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善巧方便 出来接引 这佛法 佛法 每一个施舍啊 它有一个本质上的 本质上的所依啊 我们现在经常是 佛法讲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对不对 但我也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 了解众生的性质 你越了解众生的本性啊 它的特性 你就越了解 这个法门 会这么样善巧 你如果不了解 众生的习性啊 你对法门 会把它看似 哎呀 碰到什么事 就修什么法 碰到什么就修什么法 就像经典里面谈啊 我不是讲吗 这个 看到贫贱的人 在社大圣论里面 碰到贫贱的人 要不要度他 嗯嗯嗯 不是了 有的人是由贫贱得到的 你不能随便 当然我鼓励 如果你判断不了 尽可能利益啦 但其实很多人 不会从表面 他是从他的 他哪里得度 所以在活头那时代也有人 就是那个不是说 他们有吃到马麦嘛 吃马麦除了过去的夜报 还有这五十五百匹马的 要得度因缘现前 还有生团里面 有三十几位比丘要得度 这种得度必须要吃不好饮食 以此因缘他们能得度 所以他并不是每样都是要顺这个 他有很多因缘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众生的更新 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应用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话 食善道也可以是人天 也可以是声闻 也可以是圆觉 也可以是菩萨道 但你怎么差别这些 那是更新上的问题 所以一旦更新不同 他同样的法门 就展现不同的风貌出来 那我们如果不了解 我们就不容易懂这些 所以我们经常有些法门 就是抓他的表层 却不知道如何应用 就像我们懂得念佛 但不一定念出一个很成功的佛来 因为你没有燕里的要领 你没有心上净土的要领 所以这两头 就是说 验 验不彻底 心 心不上去 两个放在一块 不能成决定 要能验得很彻底 心的心很抑热 两个放在一块 选哪边 那还用说吗 明摆着 就这个 这叫做决定 这个时候心就不会动摇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这里面谈到 众生夜袭 就是 这最主要是 为什么众生不断的反护 这样的问题 那基于众生有这样的 因缘特性 所以才会 地上菩萨怎么度 那众生应该怎么学 就会因为看到众生有这样的苦疾 所以就有开展如何接引 乃至众生当如何修学的 因为这是苦疾 所以就会由苦疾 衍生出灭道出来 简单来讲就是 有这样的烦恼 这样的苦 有这样的苦因 所以我们如何断苦 正灭修道 这个问题就从这里出来 我们看到这里讲说 言辅众生夜感平事 佛告地藏菩萨 一切众生未解脱者 信誓无定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轮转五道 善无休息 动今成结 迷惑障难 如雨游往 江氏长流 脱路站出 幼虎招王 所以我讲说魔障 我常跟大家 哎呀会有魔障 魔会来找我 我说魔 他很忙啊 他不会找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就在他们家燕子 他找你干嘛 你还以为你真伟大 没有 你以为 所以我不是讲说 你以为魔会障碍你 没有魔护持你 他说魔会护持人啊 这个魔突然变性呢 会护持人 不是 因为他是不打草惊蛇 他觉得你以为这样叫修行 他就让你继续做梦 所以他告诉他的魔子魔孙 你们要好好护持他 不要打扰他 免得他醒来 所以他就会一直沉沉下去 他不会醒来 他就这样一直以为是在修行 就这样当当当 一直下去 他就不会醒来 为什么 你看不到你的烦恼 你唯有看到烦恼开始警觉不对 的时候 你怎么被脱离出来的时候 这个魔就紧张了 或者的话 你的脑袋 你的思维 始终都没有跳脱凡夫之间 他哪怕你出去啊 所以我也常开玩笑 魔好可怕 你魔 有时候你在讲他长得很丑 他会告你喔 因为魔长得很好看啊 都是可爱 六欲天喔 对不对 如果可怕你就不会靠近他嘛 多么可爱 所以你在说魔很可怕 他就告你 都是你追我的 哪有我去干扰你 就开玩笑 因为你看不到问题 所以你自己很爱着 你那个对自己的烦恼习近不了解 所以你的修行一直无法垮出来 所以这里面要讲说 为解脱者信誓无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所依啊 他没有一个根本 他今天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包括我们修行都是变化无穷的呢 你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今天乃至做任何个决定 我们在佛前那边发广大愿 我看佛菩萨看 嗯 哎呦泡沫 当然不 这是开玩笑啦 为什么 我今天就问你们 凭什么你可以往生 凭什么你厌离 我们的所依是什么 你要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心情不好 这个当心情好又要还回去了咧 对不对 我今天对这个东西的好坏判断 我要问你的你是凭什么判断 你用什么认知心去判断这个变化的境界 你能不能做恰当的认识 不要先讲判断 不要讲你的决定 先讲你的判断认知 你的认知 如何认知完了才会判断 判断之后才会什么 才会执行嘛 结果我们很多都信誓未定 为什么 因为你的 就像我们讲说 你不要相信你自己 唯有阿罗汉可以 为什么 你还不稳定 你的认知还不够 你还留在对世间的表象的追逐 所以这个东西以你所见 你经常讲明明如此 我们不是眼见为凭吗 但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像现在的网络 那更可怕 他随时把你捏一捏 把我捏出一个大行在卖冰榜 都有可能 那网络留在上面 怎么会这样 那还不容易 他把我相片贴一贴 然后卖冰榜都可能 你绝对很难找出来 眼见为凭 那不可能 我哪会去卖冰榜 但以目前的技术 他把你弄成卖冰榜 绝对可能的 我们那个相片不是有一种 我不知道 我曾经有看到一个广告 你本来在相片的左边 他可以把你移到右边 那不是一样吗 那既然的移 移到那个冰榜摊里面就可以了 我那时候想到 那哪天他把我移到冰榜摊 那我这样 那怎么办呢 不过还好 现在大家多少有这种认识 不过就算认识 眼见为凭 其实很假的 所以因为我们本身 随个人的业力习性 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 你想看 对不起 你只能看你现在能看到的 你只能听你现在能听到的 你能沟通就是你现在的认知 除此之外 你怎么沟通 他远远跳开你的认知了 你习惯的认知了 所以每个人 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认知环境里面 你如果有这样的业力 有这样的干扰 或是有你有这样的殊胜功德 你所见的境界 各个 各个唯心所现 那我们唯心所现 随着我们的执着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境界不一样 我们互以境界的意义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被对这境界 产生怎么样的束缚 牵绊 个人不同 所以因为这样烦恼自胜 所以我们的修学经常怎么样 一个二法 滚着一个二法 尤其是到末法的时候更难 想像我们现在的整个人所要接触的环境 这些种种一切 我们难得这样修行 出去以后 我也常开玩笑说 我们可以不执着钱 可是如果哪天到台北上了公车 你就跟司机讲 钱不可得 他说 食物你下折 不可得 不可得 我怎么可以 你还是招奶 所以你就算不过来到这样 现实 整个环境里面 你越来越无法跳脱 你受的干扰越来越多 你好不容易养成那份善念 一促进 你本来的心性就很不稳定 因为你的心性是在这种烦恼里面 我常讲啊 我们身体是怎么样 我们身体没有一个食指 我们合合一块的 我一直希望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道理 你不要一直再用一种很肯定的态度来看自己 也不是用光想像而已 是你要看一下 我这种五蕴里面其实是众缘合合 我这样讲好像又是一种很理论的 但我是一直想要跟大家讲 我的生命是不断在这里变化合合的 我这个合合当中 其实很不自在的 因为它随着我过去的业力 包括除了我的业报 加上我现在已经感应的分别能力 我的分别能力又加上我跟众生的工业关系 我不断的借着我六根 攀缘 我还是用那一个阿罕金讲 那用词很有意思喔 攀缘缘 咯咯定一样 那个叫众生 其实并没有另外众生 是揽着那种色受想行事才叫众生 我们就是碾在一块的 我们的身心就因为本 你一生下来你的明色六路就是这样的习性 你本来没有我 却因为这样的执着就肯定我 一肯定我以后就要不断吸收养分来证明我 掌养我 其实没有我 所以我们的六根六成 我们六根 我们习惯因为那个我很需要 所以用假我自己的执着我 滋润的六根 然后再找养分来肯定我 肯定了我以后要赶快去得养分 没有吸毒 吸毒一直很难戒毒 要越吸越吸越吸这样 不断的吸毒迷幻自己 就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我们本身隐藏了过去的业力 虽然我们有一个散法 这个散法是要预缘而生 但如果缘弱的时候很难生 你看我们现在多有福报 就在这个场合里面 大家可以持续的 有人守护 有人引导 所以我们这样的善念 可以在这段时间 可以维系着 可以维系着 但一出去以后 这就一个现实了 我们有很多个人的责任 我们有很多关爱 包括本身原来的那一份分别 妄想分别 促进就生 所以七天修的都快成 旧了一回去 两天就差不多回收了 所以有很多居住 像说 师父本来开开的修 有点辛苦 修到第二天第三天 第四天开始有味道 正在冲的时候 说结束了 就觉得很可惜 但这就是因缘 那所以离开一个环境 回到家里 我们有很多的缘就现前了 所以在这种因缘当中 我们很容易不能把握 实在真的是很不容易把握 不要说你们 连我们都已经出家了 在面对这个大环境 都不容易 现在修行真的不容易 也不要讲说佛门 佛门尤其不容易 其他的宗教是顺世间法 比较不会魔障 佛法是逆世间 所以他容易魔障 你尤其是佛法当中的 又要逆世间 又要行菩萨道的顺世间 那更难 往往夭折的比较多 真的 所以我看到人家发菩提心 无论他多差 都要好好爱护 为什么 菩萨难行 难得挑到一个宝 竟然发出勇猛心 即便狂妄 也要好好守护 因为已经所剩无几了 好好爱啊 这是什么 这是保育类动物 务必要保护 不要伤害 这个很难了 现在都很难很难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菩萨行起来非常艰难 很艰难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根性 要面对这个大环境 不是一个笼统环境 就是我们的六根 我们的习性 跟外面给我们的这个处 所接触的劲啊 他太容易把我们的烦恼带起来了 所以我也一直 我一直在反省这样的 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如何不舍这一份 度化众生的心 但又如何更实际的 我觉得我们 这在过程当中 要不断不断的自我反省观察 越现实越现实越好 看到那一份修行的现实 然后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点经验 然后实际上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方法 就有用 因为我现在很现实 就是说 我们都很用心 我们也自己在尝试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学 但我也同时看到 我们可能一下子就招架不住 那这个佛法到底这样学对不对 我一直在反省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他有功德 但我现在不能靠着这个 零零碎碎的这些 我们人生难得啊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带何生度此生 这句话不是虚讲的啊 这是真的啊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修学到这么几年 我们问题在哪里 佛法真有用 只是我们认知可能有偏差的 我认为啊 所以在很多地方 我一直希望把佛法的原来更实际的精神给讲出来 但希望我们做得到 我希望我也能做得到 但哎呀我们业障深重啊 不容易啊 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这个利益存亡品第七啊 谈到地藏菩萨摩尔萨白火源世尊 我观炎湖众生 举心动念啊 无灰是罪 这你们知道啊 什么叫罪 现在有一个人坐在中间 都不动哦 有没有罪 有没有罪 他很乖呢 你要说我做任何动作 你说我错 那我没话说 我坐在你前面呢 还要怎么样啊 对不对 但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于色染着缠绵位置众生 于受想行事染着缠绵位置众生 你坐在那里继续染着缠绵 你坐在那里继续染着缠绵对不对 我坐这样还不行吗 不行呢 因为 举心动念 举心动念 无灰是罪 这里面有什么道理 我过去造业 比如说我造了沙 沙生的业 那当然我怕业报 所以我就不再造了 那因为我不再造了 我也怕 我也怕果报 所以我因为怕果报 所以我照理讲应该是拒绝果报 对不对 我也没再造了 可是为什么又爆 你知道那果报为何爆出来 你没再造 是不是事情就停了啊 但为什么我停了 我也不想有果报 你要说我自己在找麻烦找来 那也就罢了 没有啊 我造了之后我怕果报我就停了 可是为什么因缘到了又爆出来 理由在哪里 理由在我 我这份对生命的爱着 就让那一份过去的业力 虽然不是直接关系 但它让它有继续存在的机会 你看哦 我们因为我执 起颠倒造业才杀人 杀人没杀了 业没造了 我还继续爱 根本还在 就像我们讲说 杀人了 种子跑到巴士田中了 看是没有 因缘到的种子现行了 谁让它种子现行 你那个自体的爱 你种种最自我的肯定 那份对色受想行事的揽着缠绵啊 让你的夜报终于有机会报 想不报困难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更细微的地方 我真的讲说我举心动念我有什么罪呢 你甚至有善哦 你有很多善念哦 但我们要看到举心动念为什么是这样 偶有的善 这个善不容易干净 我们的善里面还有很多细微的揽着 这个揽着就是即便有善因缘过了以后恶法再生 所以我们不容易很彻底的去看到那个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一个爱取有就是生老死 我这样讲我不希望 我不知道大家学会的程度怎么样 有时候我怕讲太深 但因为我要讲地藏经不是你表面看上只是一个事项上的经 它其实隐含了所有道理佛法道理都在里头啊 什么叫生老死 我们大家我想多数人应该知道 因为我对世间的错误的分别 名色六路促寿 然后爱取有才生老死 生老死不就众生吗 然后有没有过 悠悲恼苦一大苦聚集 那不是苦吗 他就是啊 所以当我们一旦不能开始觉悟 开始对世间起颠倒的妄想分别的时候 举心动念无非是罪 所作善啊 不长久 尤其是末法 为什么啊 因为你举心动念经常是 以你的习性 以你的夜报 我们的夜报 沉重 我们现在的习性加上现前的阴言 诸多阴言一合合 以恶业感恶业 恶业感恶业 很难跳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在经典里面讲 为什么要往生 为什么 他当然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倒不一定往生 他是鼓励你修行 他的一个例子是怎么样 这个末法的时候啊 众生关在监狱里面很久很久 难得有一次开什么 开监狱特色的门 开了 其中有一扇门关了 另外一扇门即将要关了 末法 世尊出现开特色之门 赶快出去啊 然后慢慢关 关了一扇了 剩下另外一扇也即将关了 一旦关闭之后 再来不知道 动今成竭啊 你几时再出来 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在佛法在这一段时间 几十年的变化 我们看到其实是 整个之间的混乱极为严重 可能再没多久 所以我就很少能念地藏菩萨 你信不信 大圣的佛法会一直在走衰 为什么 这个我就不再多谈了 这个因缘已经是极为严重了 所以特色的门也即将又关起来 一旦关起来 现在念佛 连我们自己教内的 那个慈行菩萨 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个文章讲说 连我们佛门的大德都这样说 还需要磨吗 就这样 我看到我当然知道 他在谈什么 那无可奈何 经过这几年 有居士讲说 当初他们到美国留学 他们现在在美国都几十年了 他们说当初我们到美国留学 我们一直拿些善知识 在台湾一直善知识 然后出国留学 我们那时候都是 大家讲的是大圣佛法 那不是理所当然 曾几何时 现在很多学界 在谈的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特色的门即将关了 念佛可以往生的因缘 不要以为你念得到佛就能往生 为什么 障碍因缘太多 世事而非的观念太多 不用发菩提心可以往生进土 那很奇怪 很多东西 不用发菩提心就能去 等到谁没去 你怎么这样讲骗我 对了不好意思 可是我也没去 那你还能怪我吗 他在意的我是不敢怪你 可是我不去 我这样一插开 从此之后轮回多久 你这样一句话就算了 你要倒霉你自己倒霉 倒霉我本来好好念我 我本来一说一说的都不能念了 坏人杀我一命就害我一辈子 你让我不能往生是害我生生世世 哪天我就找你算账 为什么 这么一刹开难得解脱 所以在这种因缘里面 他的己心动念 无悔是罪 托惑善利 多退出心 若欲恶言 念念真意 为什么念念 因为你的习性 你现在 所以我要讲说 我们这次 我这次在生病里面 我有一个深圣体会 就是唯心所现 其实我们要讲 就是唯心所现 倒不一定要谈得多声 因为你的内心 会依你最重的影像出来 你学我如何 你的认知会就在你的认知 你的认知不一定跟外面能沟通 所以你如果学佛的心不是很坚固 到时候现不出来 所以我才会要跟大家讲说 学佛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作为要欢喜 因为能欢喜 那个力道才能入得了 那如果只是勉强刻意 那个不容易 心跟法会有距离 他不容易 深埋到里头 那不容易深埋在里头 他要起来 他抵抗不了现实 你抵抗不了现实 因为你 你的面对近的时候 你冲动起来 是那个很强的 稍带一点因缘 就显现出来的那一块 要努力思考的那一块 在你最后的时候 他是不容易抬头的 为什么 人家轻易就赢过你了 所以像我们现在 这个修行 我常讲就是 用骑马打仗 要直接上战场 我们这么一个小孩子 很软弱 一个小小小孩子 一两岁三四岁 然后碰到一个巨人 哎呀 跟你打 那个大人 咚 咚 咚就倒了 没得抗衡 为什么 你的修行不够现实 所以他没得抗衡 所以当你遇到二元的时候 西家带卷全部涌现出来 而且还不会停止 因为他会什么 从现前的因缘 隐身其他后续的因缘 一个一个连串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 坚固的善法 足以挡住他 所以这个包括 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 修了很多东西 但我觉得 不管什么样的方法 你要选择一个 你的心能很真实信受 而且这个真实信受 必须要拿现实考验 拿现实去考验你 到底对这个法门 能真正接受多少 友谊当网问 有疑惑趁早问 不要让你带着疑惑 到时候才心里彷徨 要这样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遇到二元的时候 他的念念真意 念念真意 四等辈人如铝泥土 富于重食 见困见重 为什么 我们就像我们吃东西 越吃味道是不是越重 我们的吸毒 是不是越来越吸越重 我们重容六根对外境的攀缘 是不是越来越重 我们的恶习是不断累积的 所以谁让他重 不是体重 是烦恼重 有的人虽然胖胖的 还是身轻如燕 有的人虽然轻轻的 可是走路起来 脱啊 好沉重啊 是不是 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这样被这个烦恼困住 你看啊 他见困见重 逐步深邃啊 若得欲善之士 替于减乎啊 或前于乎 是善之士有大力固 所以善之士他 除了我们讲的就是替你减重 最重要其实 最大的善之士 让你放下了 让你放下 彻底的不要再累积那些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我们彼得菩 哎呦 时间又到了 彼得菩萨讲 左一个布袋 布袋菩萨 左一个布袋 右一个布袋 放下布袋 何等之在 以前我们都朗朗上口 现在想起来 还真有意思 那就是放不下布袋 觉得因为布袋很可爱 你看一下 如果那布袋都是装狗屎的话 就放下布袋 何等之在 你看看不清楚他 你就扛 你就始终 我们就急着想要放下布袋 不是 你先看清楚 你那个布袋装什么 看清楚 否则的话 逐步深邃 然后有善之士跟你扶倒 那互相扶助 欠励老角 站稳 落达平地 须省恶路 不要再走了 勿再经历 那世尊 习恶众生 从仙好间变之无量 这里面都还有意思 其实在佛法里面 他有那份感应原理啊 我们看到那个烦恼里面有 有根本烦恼 有大谁烦恼 中谁烦恼 小谁烦恼 你不要以为这是名相而已啊 你就看到 你如果了解烦恼是那个 根本烦恼 字幕烦恼 你如果了解 你才知道他如何叙加戴倦的 你才知道原来这个烦恼 就串到另外一个烦恼 所以我们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烦恼 有时候正面看不到 要从反面看 有时候看不到主人 就看到他的 他的随从 从随从找到主人 他里面有很多善巧 你如果没有观念 你经常被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烦恼给束缚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晚到此 请和长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借供成火道 阿弥陀 我